和祥和与人心调和都少不了一副腾洗土地的力量 来看澎湖的吉贝岛是著名的观光圣地 人潮带来前潮但也带来了垃圾 整个吉贝岛上没有一座回收场 吉贝的慈祭人带头做环保 也感动了两位当地的船长 他们每个月义务载运回收品 从吉贝到马公 这一载已经快要十年了 甚至老船长往生了 还有他的儿子接手 延续父亲对环保的一份心意 船缓缓驶向马头 这原本只在民生物资的船 现在也在回收物 因为船长为了维护家乡环境 常年免费载运 老船长往生了儿子接手 延续父亲无私的爱 其实也没什么要看实际 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样一起在座 也不是说特定某个人在做 就是纯粹一份那种心意而已 每个月至少五次 把吉贝村自己环保点分类好的回收物 载到后聊马头 再由志工接力搬上环保车 送到回收场 船长庄庆能 受到志工为后代子孙 环境的努力感动 也答应免费载运 没有一些资源的东西 我真的想要回头去 也是没带都无量太多 那些人是人家说吉手自家 在搬运回收物上车的志工身影中 这次还出现了人民保姆 带着还在念大学 放暑假的儿子 为环保奉献心力 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 能够鼓励我们的民众 有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我是觉得 那个环保这种事情是 每个人都要做的 没有分是说 不管你是学生 或者说你是上班族 或者说你是公司老板之类 我觉得这没什么分别 资源回收的行动 帮助吉贝减少垃圾量 因为过去许多资源 都被当一般垃圾丢弃了 现在回收的钱 还能做助人善款 大一新闻 真善美志工邓宝珠 澎湖报导